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我先念佛法深水念 待会再开始讲 大家专心听就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阿罗汉 圣四觉者 离敬彼世春阿罗汉 圣四觉者 离敬彼世春 阿罗汉 圣四觉者 离敬彼世春阿罗汉 圣四觉者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午安 很高兴今天能在法光佛言所跟大家分享 南传圣座部佛教经论研讨会 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二十四佛时 刚刚我们在念离敬彼世春阿罗汉 圣四觉者 离敬彼世春阿罗汉 圣四觉者 或是等正觉者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换成圣自觉者 这是依照南传佛教巴黎的传统 例如在清净道论 他把这个三马三不都定义成正确的 以及由自己已经觉悟一切诸法者为政治觉者 这正确的指的是没有颠倒的 为什么我们把它换成正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没有颠倒 三不得三 这个不是等的意思 是自 由自己 佛多是由自己觉悟一切诸法觉悟是正地 不是由其他其他人所教导 而是由自己所觉悟 因此称为正自觉者 不是正等正觉者 他说正自觉者 它的意思是这么来的 我们回来到主题二十四佛时 是缅甸三藏持者 明昆大长老所入的大佛时 麻布达王萨 这缅甸也叫麻布达王 当中的一章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很多是曲子这本书的内容 当然我们还是以巴黎圣典为主要依据 谈到二十四佛 其实我们要谈的是二十五佛 或者说二十八佛 是南传佛教所独有的 相信大家比较陌生 大家如果到十里阳嘎的圣地 或到缅甸洗脱圣地 会看到二十八佛 这二十五佛时出自于佛种性 佛种性经是小部里面的佛种性 以及他的住宿 佛陀在佛种性里面 开示了包括我们 古他玛佛 之前我们有提到 在巴黎圣典里面 没有再称为释迦摩尼佛 而称为古他玛佛 包括我们古他玛佛在内的二十五尊佛 在短短一个下午 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来讲解 只能介绍佛陀开示这二十五佛时的缘起 以及二十五佛之间的差别等等论题 至于各尊佛的生平历史 我们只能大致简要的介绍而已 其实大佛史 在缅甸版有完整的翻译成英文版 中文版我们还在处理 有一部分已经处理好了 有一部分还要再做 慢一点我们会继续再做 为什么这部大佛史很重要 主要就是除了二十四佛之外 还有我们的佛陀 佛陀传 南传的佛陀传大家很陌生 很多细节跟我们所想象的 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慢一点有因言我们会慢慢做 尽量会把它做出来 比较详细方面 佛陀的传记 南传方面的佛陀传记 很多说法跟我们所理解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就稍微提出来一两点 例如阿难尊者 跟佛陀是同一天出生的 这跟我们的想象跟理解就不一样 佛陀成佛之前 成佛的那一天供养的 供养这个乳洲的 我们都会想好像是 善生的牧羊尼 或是牧牛尼 其实是她不是 她是贵夫人 很有钱的贵夫人 不是什么牧羊尼之类的 有因言的话 我们会慢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其实她的名字真的叫善生 是苏加达 善生她的儿子就是耶瑟 佛陀刚成活不久 不比丘之后 这些人在度的一位比丘 其实你看 这年纪也超过二十岁了 所以说她 这个耶瑟亚萨 她的母亲就是善生 她们是贵妇人 我们先来讲是佛陀开示这佛种姓就是诸佛史 原来这佛种姓就是各尊佛的佛史 佛陀开示佛种姓的因缘 西岩前五百八十九年 威萨卡月满月日 我们的菩萨来到大菩提树下 向着东方坐在不败的菩提座上 策发四圣琴 在日落之前战胜了魔王军 在初夜时分获得了数字随念志 在中夜时分获得了天眼志 在宁明时之前 以犹如金刚的观志 顺利地施为缘起法 最后责得了诸佛所不共的一切知志的佛果 就在菩提座上 佛陀以七天的时间进入 以涅槃为所缘的阿罗汉果丁 他就在菩提座 就是在菩提树下 联系待了七天的时间 接着佛陀在菩提树附近 其他六个地方各住了七天 因此在菩提树附近 佛陀从成佛之后 联系待了七七四十九天 每个地方待了七天 在大幻天王 或是幻天神的嵌颈之下 佛陀准备开始说法 在当年阿撒哈耶的满月日 我们的佛陀来到佛罗奈 先人将处的陆月院 并在那里度过第一个余安居 在余安居期间佛陀度化的吴比丘 刚刚讲的耶瑟亚萨 以及他的五十四个朋友 使他们证得阿鲁汉果 当然他们全部都出家为比丘 在余安居结束的时候 佛陀派遣他们到各处去弘扬佛法 弘扬着佛法的特性 最初中间以结尾多美妙的 多善的佛法 佛陀叮咛他们不要两个人坐在一起 佛陀派遣他们到处去弘扬佛法之后 佛陀则独自前往 吴鲁威拉森林去度化 劫瓦苦行的三家社兄弟 以及他们的一千位弟子 在前往吴鲁威拉 这座森林的路上 佛陀遇到了三十位 为贤重王子 可以讲是诸佛 年轻了 佛陀为他们开示佛法 使他们争了出狗二狗三狗 甚至度过他们成为比丘 成为萊巴比丘 古代把萊巴比丘 幻语成善来比丘 其实是这个 是萊巴的意思 把萊巴比丘 在详细的解释当然还有很多内容 但是为什么佛陀 度化的有一部分是萊巴比丘 他们善根是非常特别的 什么样的特别 他们要有相当的福报 在佛陀时代 只有一部分人 有资格成为萊巴比丘而已 不是所有的人 他们有具足的福报 一般的比丘 有些福德不大够 有些其实有相当深厚的婆罗蜜 甚至正得圣道圣果的婆罗蜜 但是佛陀还不会让他们成为萊巴比丘 成为萊巴比丘 那佛陀就跟他们讲 来吧 就在这个佛埃律当中 修幻醒 就在佛陀这么一讲 佛陀伸出所来 跟他们这么讲 他们由于他们的福德 郭气势的福德 他们身上马上就穿了出家的比丘 袈裟就在身上 既有的头发全部变成光头 出家的沙门像 出家人该配的一些字句 例如说三衣 腰带 波等等全部在身上 所以白板比丘不是在佛式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成为 这样的出家人 就是当中有一部分 接着佛陀不至前往 吴鲁维拉 度化了三家社兄弟 以及他们的一千位弟子 佛陀在巷头山的石板上 为这一千位比丘开示了燃烧寡门经 在开示结束时 他们全部都证得了阿罗汉果 佛陀在这一千位阿罗汉的伴随下 向着王摄城游行 在佛陀抵达王摄城的当天 佛陀对着 并比萨罗王 以及王摄城的佛陀门 长者居士们说法 为什么佛陀会来到王摄城 原来是我们的菩萨 刚出家的时候 遇到了并比萨罗王 当时他们都很年轻 并比萨罗王看到菩萨 这么庄严 这么想要去修行 并比萨罗王 邀请菩萨 要把一半的国土 就是给他来治理 菩萨 当时我们的菩萨 想说他为了要去解脱生死的人 要体振内磅 那并比萨罗王 就邀请菩萨 说如果你体振了 这内磅之法 你要最早要来渡化王 当时菩萨有答应 因此这一次来 佛陀刚称我不久 就是来实现他的诺言 当时王舍成 除了兵比萨罗王之外 很多长者居士 也许很多婆罗门 都来到佛陀那里 总共有十二万位之多 在这么多人当中 当然还有很多天神 有十一万个 连同 就是并比萨罗王建造了竹林经社 就是在那一段期间 就在供养的时候 第一天当然 兵比萨罗王 他只是在想 想说佛陀跟比丘生团 适合住在什么地方 他希望佛陀能够住在王舍城 他在想王舍城附近 有什么适合出家人住的地方 他在想这个问题 后来他找了一个地方 找了就见了 后来这个地方应该是 很多竹林 所以就成为竹林经社 他来供养以佛陀为所的生团 这是佛陀所接受的第一座寺院 在佛陀住在竹林经社期间 度化了色力佛尊者 以及大目见仁尊者 是成为上所弟子 也度化了许多因缘成所者 有人成为大弟子 有人成为普通弟子 上所弟子就是只有两位 色力佛尊者 所以能够听闻佛法 就是刚刚所提的佛陀在第一个 宇安居结束之后 派遣了这五比丘 以及这五十五位比丘 总共六十位比丘 到处去弘扬佛法 当中五比丘当中 有一位叫阿撒基尊者 我们通常换成马圣尊者 他就听着佛陀的话 一个人进入到 广色尘境突破及时 那当时色力佛 他是在寻师访道 他跟大目见仁 他是两个在外道学籍的年轻人 他了解到他的老师 没有办法教导他们 真正解脱生死存学之道 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就相约 如果当中任了一个人 遇到法 遇到解脱生死轮违的方法 就要去通知另外一个人 当时的色力佛 他就看到一个出家人 在微移这么详细 收射六根 看到这样子 他原来他本来是要走向检求器 就去问他 请示他的老师是谁 教导是什么法 但是他看到 这个出家人 拿着波 要走往城里面去 他想说 他可能要到城里面去托波及时 如果现在这么土壤的话 不大适合 意思他就跟随在后面走 走走走 走到等到 马圣尊者 托完波走出城 他才很恭敬地 来问 问说 您的老师是谁 他教导您什么话 他看到他的微移 就感觉到 他好像是一位阿罗汉这样 微移出根都很详细 他看得非常欢喜 所以你看出家人 他的微移好 他的一代好 就能够感化到有智慧的人 那当时 这 马圣尊者就有这样的微移 让这样一个 一个当时还在外道的社里 我看到就很感动 微移这么好 出根守护的这么好 这个出家人一定有法 他可能是阿罗汉 其实他真的是阿罗汉 但是他的微移非常好 那 在这么问的时候 社里佛尊 不是 马圣尊者 他很缺席 他讲说 这些外道 这些婆罗门 他们都很自傲 非常自大 我如果是讲很多的话 把他讲很多的话 他们可能还会批评 于是 他就很缺席地讲 我刚出家没有很久 我学的东西也不是很多 那社里佛就讲说 没有关系 你就讲你知道的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来理解 你就把你所知道的 就讲给我听就好 那就是 马圣尊者就讲说 他的老师是佛陀 那就讲出 这马圣尊者就送出 一首非常有名的《圆起记》 《圆桑谷二默》 《圆陆梁昂瓦 τijuana》 《圆陀佛再呆陀佛再艰陀佛再埃陀佛再培架版摩塔阿哈》 這麽聽一首俱頌還沒有完全送完 他就贈得出國了 這是他過去式的波羅蜜 他累積了多久的波羅蜜 一押升級又十萬劫的波羅蜜 上所弟子的波羅蜜 於是 他就請 馬聖尊者 其實 瑟利佛尊者聽到這個法 他對馬聖尊者 非常恭敬 他一輩子 都對馬聖尊者 非常恭敬 如果他聽到馬聖尊者 在哪一個方向 他 睡覺就是朝著馬聖尊者 非常恭敬 常常對他的方向所住在的方向 合掌 因為他是他如允禁門的老師 即使後來他是上手弟子都在佛陀的左右 佛陀的左右手 但是他還是對馬聖尊者 非常地恭敬 於是 他 就去找他的朋友 大木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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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遠遠看到 瑟利佛過來 感覺到他不一樣 他的朋友不一樣 他就問他 朋友啊 你是不是 找到我了 他說對 於是 瑟利佛就把這首元曲曲 送出來 大木建年 就震得出口 於是他們就要 一起要去遊說他的老師 一起到佛陀那門去學習 他的老師不願意 他的老師講 我當老師當那麼久了 還要當人家的徒弟 不要 你們要你們自己去 後來 這兩位 來 瑟利佛跟大木建年 就是來到 竹林經社 佛陀 當時在 開示佛法 遠遠看到這兩個人 走過來佛陀就知道 當中有一位是 瑟利佛 一位是大木建年 這兩位是 我的上手弟子 所以說這邊就談到 佛陀度化了 瑟利佛跟大木建年 瑟利佛 尊者 在 佛在他出家之後 修比丘界之後 出家之後 經過了 半果葉 贈得阿羅漢 大木建年尊者 七天 出家之後七天 贈得阿羅漢 他們累積的 波羅蜜 是 一阿升級又十萬劫的波羅蜜 大弟子 佛陀的大弟子 有八十位 這八十位大弟子累積的波羅蜜 是十萬劫的波羅蜜 普通弟子要累積的波羅蜜 就沒有 不一定 不確定 沒有固定要累積多久的波羅蜜 接下來 當 靜患王 聽到自己的兒子 修行了六年的苦行後 已經成佛 目前正在王社城的竹林經社 於是 接連派遣了九個使節團 就是派一個大臣過去 伴隨著 一千個水寵 派過去 派這個大使帶著 一千位 水寵的使節團 過去要請佛陀 佛陀 到了佛陀那裏 佛陀就為他們開示佛法 他們 全部 這一千位 全部都贈得阿羅漢 贈得阿羅漢 那就在佛陀那邊出家 他們出家就很用功修行 把國王所命令的事 不管了 過了一段時間 佛陀在派第二團 一樣是一千位 一樣聽了佛陀開示佛法 都贈阿羅漢 全部都出家 第三團 到第九團 一樣 監獻王等了一段時間 這九個使節團 沒有一團 帶回來消息 於是 就接下來在 派遣 就對一位大臣 這個大臣 這 卡魯達儀 他是跟我們 菩薩同一天出生的 從小 即使他是大臣的兒子 小時候也常常是跟我們菩薩的玩伴 跟他非常了解 我們 當時我們的菩薩 吉達多王子 那 當時 卡魯達儀 已經是一位大臣了 那監獻王就跟 就把 這個 卡魯達儀 加入佛陀儀 把他請過來 跟他談這件事情 希望他 能去 把佛陀 進來勸請回來 就是說 說 大王 希望能夠 見見你看看你 經過了 六年的時間 希望能夠 看看你 其實是已經 七年 七年多了 那 當時 佛陀佛陀儀 佛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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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儀就向 靜患王提出要求 他說 要我答應可以 但是 我希望在佛陀那裡出嫁 這是一樣 是 靜患王也是派了 卡魯達儀 加六托儀之外 還有一千位水寵 那 靜患王 他也答應了 但是 他要求 一定要把佛陀 欠請回來 不要說像其他九個使節船一樣 與去 就沒有消息 卡魯達儀 卡魯達儀 跟他的水寵 在天文 佛法之後 一樣 全部都贈得了 哈魯漢國 應出嫁為比丘 但是 卡魯達儀 他出嫁之後 這位卡魯達儀 尊者他不是一個 很平常的 他很聰明 他就找 適當的時機 到了適當的季節 這可能是秋天 他這樣季節 風景宜人 他就 用幾首句誦 來讚嘆 這條路的風光 身份 讚揚 這個 加比羅未嘗 那 這麼欠請 那 佛陀也答應了 就是 因為 卡魯達儀 尊者就是 完全地講 那 您的父王 希望見見您 那佛陀也答應了 佛陀 在兩萬位 阿羅漢的伴水下 朝著加比羅未成 遊行 總共有兩萬位 在這兩萬位比丘當中 有一萬位是來自 安格國 還有 摩羯頭國 的良家子弟 他們水火出家的 另外一萬位 就是剛剛講的這十個使節傳跟他們的水寵 總共有一萬位比丘 總共是兩萬 就在佛陀以比丘生團來到加蒂羅未成的當天 世家族 以盛大的 儀式來迎接佛陀跟比丘生團 為什麼 世家族知道佛陀到來 因為當時 卡魯達儀尊者已經是阿羅漢而且他神通廣大 他每一天 講說 當他 跟佛陀講了之後 他用神通會會來到 王宮 跟 跟這個 跟建幻網 談這件事情 談說佛陀已經準備要出發了 那 接下來 總共這 當中 這旅程當中有 大概六十遊行每天一遊行大概 走了兩個月的時間 那 他會來到王宮 他講說佛陀跟比丘生團今天走到哪裡 今天走到哪裡 那當佛陀跟比丘生團 快到了時候他們都準備好 安排 你看有兩萬位比丘 可以住的地方不是很簡單 因此 這些世家族 這些 這些貴族們就安排 在這個 加蒂羅未成之外的 龍樹園 龍樹園室 那 就以這非常盛大的儀式來迎接佛陀跟比丘生團 把他們迎接到這個 尼羅達 龍樹園室 之後 佛陀就在兩位 萬位 阿羅漢的 圍繞之下 就在準備好的周圍上 而世家族的貴族們 由於出身靠貴 而生己交慢 先講說 西達多王子是我們的晚輩 他只是我們的弟弟輩 子子輩 外甥輩 兒子 甚至是孫子輩 因為當時金幻王也有來到現場 所以說講師說我的兒子 就是類似 像這樣就是這些貴族們 這些黃金貴族 他們這麼想 他們以自己 的年紀 還有悲憤 升起了一種 驕傲 高傲的心 於是 他們就慫恿他們的晚輩 這些王子們 就講說 你們去禮敬佛陀 我們坐在 你們的後面就好了 他們沒有對佛陀 就是合掌 甚至禮敬 就是他們慫恿 這些年輕的王子 這些晚輩的王子 去禮敬 他們就自己 坐在後面 佛陀 看到這個情形 他去觀察 知道他們內心的傾向 心想說 我的這些親主 自己空有年紀 而不來禮敬我 他們既不知道什麼是佛陀 也不知道什麼是佛陀的微神力 我何不展現 隨後雙神變 來顯示我的佛力 跟神通力 並在空中 變現一條 寬 一萬個輪圍界 完全由 寶所製成的 驚行道 在上面驚行 來觀察 大眾的 內心傾向 以示威大眾 信行的方式 來說法 其實 當時 當時 世家族 有很多 家壁羅未成 有很多人 這次世家族 很多人來到這裡 當時還有很多很多的天眾 從各個 各個地方 總共有 一萬個輪圍界的天神 會來到這裡 這次佛陀顯現的是水火雙神變 甚至 甚至待會兒會提到 他也要顯示了 顯示神變 這種神變 佛陀在一生當中 顯示了幾次 當佛陀心理 這麼結定的時候 這麼結意的時候 天神還有幻天神們 都喊出 傻度 善哉 來表達他們的 隨意洗之意 當時很多 天神 知道佛陀的心理想法 其實要知道 佛陀很多心理的想法 天神他們可以解讀的 他們有他心通 例如佛陀剛成佛的時候 他原來 想說 我所覺悟的法 非常深奧 而現在的人 環繞這麼多 沒有辦法去體證 因此佛陀心理傾向 不要說法 剛剛有提到 大幻天堡 他解讀了佛陀的心 他想說 佛陀出現在世間 這麼難得 佛陀如果是 不說法 那世間將處於安寧當中 因此 他用神通 很快來到佛陀那裏 向佛陀 請求 佛陀佛陀 一萬個輪為界 佩滿光明 就在佛陀佛陀佛陀的當下 佛陀佛陀的 第四禪 的安寺丁沒有辦法 展示前中 一定要從丁裏面出來 但是第四禪的丁力 佛陀的丁力很深 從第四禪出丁之後才有辦到解憶 佛陀佛陀 卓陀佛陀 可以侵入到地四禪 出丁之後 應用神通 升到天空中 接著佛분 由身體的 十二個部位 展示出 水吼的雙疹 雙瘓 就是 吼焰跟水 交替 吹射 的雙瘓 orama 第一個從身體的上下方 第二個從身體的前後方 第三是從佛陀身體的眼睛 第四從耳朵 第五從鼻子 第六從肩膀 第七從手 第八從側面 第九從腳 第十從手指腳趾 從手指之間 從腳趾之間 第十一從身體的皿跟毛髮 第十二從身體的皿跟毛孔 噴射出來的火花 水花露在大眾 人情 以及天神的身上 就好像是佛陀腳底的成土 露到他們的頭上一板 佛陀從身體各處 所噴射 展現的水火 腳底的雙繩辨 展現出不可思議 壯麗輝煌的景象 使得四家王族們 這些四家族 哲伏以及崇敬 他們歡呼讚嘆 當靜範王 佛陀的父王 見到這不可思議的景象 向佛陀說 世尊 在您出生的那一天 我試著要讓你來歷盡阿斯陀仙人 當時西達多太子剛出生 阿斯陀仙人是靜範王 非常崇敬的宗教師 認為他已經修正得很好 他年紀很大 他講說王子來 那這個王子出生來 那這個可以講說博師來 他本來要抱著 這個西達多王子 要理敬阿斯陀仙人 但是要知道 菩薩或是以及佛陀 不可能去理敬北蘭的 因此 當然見幻王本來是 要抱著這個王子 表達對阿斯陀仙人的理敬 那當時這個西達多太子 剛出生的腳就抬高上來 就是可以講說踢到阿斯陀仙人的頭上 這非常不可思議 阿斯陀仙人 他一看 因為他還看了 這個西達多太子的像 那個三十二像 他看到了 他還知道 哇這不行 這自己不能讓這個王子來理敬 你看這個王子 一腳一抬起來就 就踢到了自己的頭上 經慢慢看到這個景象 當時阿斯陀仙人 看著王子的像 看到這樣不可思議 他看到他對對著 這個王子 可以講說合掌非常恭敬 那他還看了之後相信看了之後 那傷心流淚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據說他已經證得到 五色錠 五色界錠 他想說我死後就會是 躲身到五色界天 那這個王子未來會成佛 我沒有辦法去學習他的教法 因為這樣 他看到這一點他是傷心流淚 那原來靜患王看到他的國師 為什麼看到王子之後 看到在傷心流淚他很緊張 那瞭解到這一情形 那瞭解到這一情形 靜患王就對著 這個王子 剛出生的王子 和賞致敬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靜患王對 西達多王子 就是對佛陀禮敬 靜患王是這麼對佛陀講的 第二次就是在 龍庚節的那一天 當時菩薩還很小的時候 當時是龍庚節 那靜患王帶著大臣們 當時舉行一年一度的龍庚節 那這些隨從們 就是靜患王帶著 那些大臣 那去 禮牛 當時是準備了很多 很多禮 那國王的禮跟牛 就做了很多裝飾 做得非常莊嚴的裝飾 大家都在 在這個歡慶 又在吃吃喝喝 這些 宮女還有這些水蟲們 忘記了本來是在照顧王子 他們把他 放在 一棵薑埔樹 就是 岩埔寺 或者薑埔寺 當時放在這個樹下 那這些 竟然這些宮女們 這些水蟲 都在嘻嘻哈哈忘記 當時是太子 西達舵太子 坐在這個樹下 坐在這個樹下 他是 他是看到大家都在玩 他就只是坐著 禪修打坐 禪修打坐在做什麼 他是出一呼吸 出一呼吸念 入出息念 那當時是震了 在禪電 震了到出場 很小的小王子就真的出場 但是當這些宮女這些水蟲 想起說 我們的王子還在樹下 我們竟然在這裡 趕快跑回去 看到 原來這個 當時已經經過一段時間 本來這個樹影 在這個王子的上面 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日中之後 這個 一般的樹影 都西移 都往東移 因為太陽往西 西北 那 往東移了 但是 非常不可思議 就是在這棵 占卜樹下 冰卜樹下 這棵樹影 樹印完全沒有移動 他們趕快 通知靜患王 這麼不可思議的現象 當時 靜患王 對 對這個小王子 合掌致敬 靜患王就在講這件事 這是他 第二次 對菩薩的 對他王子的 禮禁 第三次就是這一次 我們的佛陀 展現 隨後雙神變 靜患王講說 這是 我禮敬您的雙主 這是我第三次 禮敬您 當靜患王向佛陀禮敬時 所有的四家族看到這個景象 全部都向佛陀禮敬 在佛陀 以這種方式使 四家族 禮敬自己之後 佛陀從空中降下來 坐在不睡好的座位上 在佛陀 在佛陀 舊坐之時 四家族 前來匯集 全部集合在這裡 達到最高峰 就是 很多很多人都積極在這裡 所有的人都專心地坐下來 在佛陀 這時候 一大片的烏雲出現在天空上 下起了蓮花雨 銅色的雨水從天而降 發出美妙的聲音 所謂蓮花雨 下雨 就是 這個下雨 想要淋濕的人 雨水就會 就會淋到 他們的身上 不想淋雨的 一滴雨水 都不會淋到他們的身上 這是非常 特殊的景象 為什麼大家這麼 讚嘆不可思議 就在這一點 大家看了之後 生起的不可思議 未曾有的心 環顧者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實在是未曾有 在祥古的釋迦族的交曼佛後 佛陀想要以 適宜 大眾性行的 方式來開示佛法 於是在 空中 變現出一條 寬一萬個淪為界 完全有 寶製成 可以講 屈寶所製成的精行道 為什麼是寬 一萬個淪為界 以我們來講 一萬個淪為界 一個世界 就很大了 這全部 全場有一萬個 淪為界這麼長 但是大家看到 佛陀 待會 佛陀在上面走 即使這麼遠 佛陀 佛陀在走好像是 十幾尺而已 但是這是佛陀所展現的 威神力 而且不只這樣 待會佛陀還會再展現 他 他展現了一種 顯 顯 神變 就是 從天上換天界 遇界天的天神 乃至人類 人類當時可以看到 天神全部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乃至阿比丹 地獄 這種情況底下 就是佛陀在世的時候 就是有兩三次 顯現這樣的顯現神變 當時佛陀就變 佛陀就變現這一條 金情道 當時 佛陀展現這種威神力的時候 那 就 在 佛陀佛陀在 王赦城的 鳩峰山 社利佛尊者 當時 他 他帶著 五百位比丘 在鳩峰山 在王聖者的鳩峰山 古代 荒城 零鳩山 這個是 大家如果有到印度去朝聖 看到這個石頭尖就好像是 是 這個鳩的頭一樣 就稱為 鳩峰山 社利佛尊者 原來是 帶著五百位比丘在這裏修行 他以神通 天眼通 看到這個 佛陀佛陀說 整個花生事件的過程 他心想 我何不 前往佛陀那裏 請求佛陀 產明諸佛的功德 開示 佛種性 於是 他就立即召集 與他共住的五百位比丘 五百位阿羅漢比丘 並對他們講 他用祭誦 這是佛種性裏面的祭誦 為了使世間生起信心 展現隨後雙神變 我們前往那裏 去理經我們的聖者 我們的佛陀 來 我們到那裏過 那詢問我們的聖者 我們的佛陀 見到了我們的導師之後 他將會 為我們除以 祭書裏面談到 有人可能會問說 聖者 在贈得到預留果 在贈得到出果的時候 就斷除了疑了 為什麼是立佛尊者會講說 將會為我們斷除疑呢 在佛法生 三學 過去五孕 未來五孕 過去未來五孕 以及 此原性 這八種余衣 或者是 對過去 我是否存在 等等 這十六種 懷疑 在贈得到 預留到的時候 確實是 確實是 斷除了 然而 由於 佛善 所修的 史佛羅蜜 以及諸佛的功德 只是佛陀的領域 而不是 獨覺佛 不是 必知佛 以及 阿羅漢的領域 瑟利佛尊者想要請佛陀開示 佛陀自己在因地 修菩薩行時的 佛羅蜜 以及諸佛時 因此 才會說 將為我們除疑 於是 在瑟利佛尊者的 鼓勵之下 那五百位阿羅漢比丘 迅速地 他們都神通廣大 馬上 迅速地拿取他們的一波 以神動力揮上天空 佛陀 佛陀 瑟利佛尊者跟五百位比丘 馬上就來到佛陀那裡 當時佛陀還在 寶經行道上面經行 剛剛有講 其實是 他有長 總共有 十萬個輪圍界 但是佛陀在上面走 好像是十幾尺 二十幾尺而已 但是 其實他的長度總共有 一萬個輪圍界 當時 瑟利佛尊者 其實很多 那些比丘來 當然都 禮敬了佛陀 但是 瑟利佛尊者 他說一個人 偏袒右肩 在禮敬佛陀的時候 是偏袒 偏袒一肩 沒有說像這樣 是偏袒雙肩在禮敬佛陀的 偏袒右肩 來到佛前 禮敬佛陀 食指和掌控在佛陀上 以三所寄宗 來 問佛陀 就是要請示佛陀 那時間的關係 這 接下來我們 待會 休息十分鐘再繼續講 我們就待會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